比如说这个变数啊 将来如果你的半径会一直改变 那当然你需要一个input的端 所以我们刚刚是从这边 这一行这个部分的程式 是在讲义里面的98页 那当然你一定要自己打过 因为你没有自己打过 我觉得你一定会非常不熟 我看得出来有些同学没打过 一定非常不熟 现在可能连类别 可能连那个都已经忘得差不多了 不过没关系啊 我们之前影片都还在啦 你回去恶补一下 看完之后或者是看 看到一部分打打看 那影片的好处是这样 你可以暂停嘛 没关系 你不用一直 像我一直讲一直讲 你们可能来不及 有些同学来不及记 那就会 可能会慢慢会有点没事情了 然后慢慢会 就是慢慢想放弃了 那我是不希望你们放弃啦 反正你一定要跟上就对了 所以看得出来有些同学 有点跟不太上 不过有些同学已经 在做后面的练习了 这个落差有点大 这怎么办 我不可能说一直停在远点 到我也要往前推进 所以有些细节假如你自己可能 有点不熟 请你多花一点时间吧 OK 好 那主要是解决 就是input的这个五的处置 那这个东西 我将来要做成活的 的方法 其实就是什么 建议就是 有点像是你这个功能没有 你去弄一个零件 那我想刚刚举例就是 有点像那个组装电脑 里面这个功能 你去找一个来用 那怎么找 其实特别注意 就是这个scanner 加这个scanner 不过特别注意 你会发现 我一个变成两个 所以这个地方 可能你在做练习之前 也许你可以做个版本控制 那什么叫版本控制 就是说 因为你做了一个 那你旧的那一个 如果不见的话 你下一次可能要回头 那就不知道说 跟前面有什么不同 或者甚至你可能 后面做错了 你要回头还有机会 所以版本控制非常重要 就是你在新增 另外一个class的时候 那你可以把旧的保留下来 那怎么保留 其实也非常简单 就是第一个 你旧的这个 这个是DF这个cons 这个按右键 copy对不对 然后按右键 贴上比较好了 贴上会问你说 你这个是要叫什么名称 那因为我这边呢 我希望我的习惯是这样 每个人你可以自己有你的习惯 我的习惯是加个底线 那不要加那个dash 应该叫minor minor就是减号 因为这个减号可能 有的时候会是保留字 所以我的习惯 是用底线 底线然后呢 也许叫什么scan scan scanner之类的 因为我已经有个scanner 我scanner2好了 OK Enter 那你会发现 它会自动帮你加一个 那记得你就是 再把它打开来 它的原来的东西还在 另外会产生一个新的class OK 这个是版本控制 所以以后你在做练习的话 你可以有好几个不同的class 那你可以分别去比较它的差异 OK 然后不要说一下子急救章 马上就把它盖掉 那盖掉你救的就没有了 OK 那如果你刚刚已经做的话 没关系啦 反正你就是再把原来改完之后的 也许你可以再把它复 把它再改回来可以啦 那像刚刚有同学是 可能程式都没有 或者是中间这东西 重新又新增一个 因为可能又新一个环境 那你新增一个class 对不对 那那个class里面中间的程式 如果没有的话 其实将来 你可以看一下 我将来也许 我会把它贴到 那个我的云端白板里面的 这个01这里面 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个程式 请你把它弹出 右上角有个弹出 因为如果你没有弹出 你复制程式码贴上 可能会有问题 弹出之后呢 再来做什么 就是这里面的话 我将来呢 会把 也许你动作比较慢的同学 你可以从这边怎么样 Ctrl C 比如说像这个 如果你那个 刚刚那个部分不会 你可以把这个地方 Ctrl C 然后Ctrl V 这边有没有 这是我写好的 我会把它贴到云 反正你上面 应该可以找到Source 或者你打错 再不知道哪里错 你把它Ctrl V 好 那再来的话贴上之后 不过你会发现 会有个错误 哪个错误 这个地方错 这个为什么错呢 因为我贴上 我云端上面的class名称 跟你上面的class名称 不一样 所以怎么办 你把它改成 你自己的class名称 这个名称 基本上要跟这个名称 是一样的 所以哪边不一样 大小写 然后这边后面再加个2 改完之后 这边还多一个2 只要把它改成一样 它的错误就消失了 应该懂那意思 反正两边要mage就OK了 其实有的时候 我觉得Eclipse也蛮聪明的 你有没有放在这里 它好像会自动侦测到 有没有rename 点下去 不不不 不它有时候会不灵光 我看一下 它这边有 反正它会跟你一些建议 你就把它改一下 感受一下 它改错了 OK 那改完之后的话 其实就可以walk了 那我们刚刚主要就是怎么样 加上那个scanner 手动改一下好了 有时候不是那么灵光 还是手动的比较OK 好那把它save一下 OK 那这边就不会叉叉了 好 那我刚刚主要是input一个什么 一个scanner 把它实体化 那这个前面这个宣告 有点像是 我要去 比如说买一个网卡 我要去 那我要去 我去了没 我还没去 好 new的话呢 才是我真的去了 我去买了 买个网卡 然后并且告诉他 我的AP在哪里 那他就怎样 就接收到了 所以那个叙述的 其实Java物件导向 其实它主要是 模拟那个真实世界的语言 只是说因为它模拟的那个 对一般来说 还是没有那么好理解 不过我是用我的口语叙述告诉你们 OK 所以你应该知道 前面是我要去 但是我去了没有 我还没去嘛 那我真的去的话 是new new的话有点像在记忆体 反正你看到new 就是记忆体配置一个空间 给这个物件 那为什么要记忆体配置 因为如果我的这个物件 没有放在记忆体里面 是不能walk的 因为所有的程式 一定要有个记忆体 memory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无论是电脑 无论是手机 无论论一定会有memory 一定有记忆体 那程式怎么去执行 都一样 载到上面才能执行 无论你是Java 无论你是什么其他语言 反正都一样 所以new这个动作 那你要取得外部资料 就是从system点印里面 去取得键盘的动作 OK 然后呢 读进来之后 那我就是问使用者说 你给我一个半径 后面的话 用nest印去把它读进来 所以这个不一定就5了 那最后呢 我把它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这边请输入半径 8好了 enter 有没有 它每一次都不一样 OK 所以利用这个方式 可以跟使用者互动 那刚刚的东西呢 我也会 所以你们慢慢习惯 就是说我会把它贴到这边 而且我有时间的话 我会帮各位做一些事情 什么事 哪边不一样 所以我帮你怎么 把它这样选起来 然后把它变成不一样 所以第一 这个地方不一样 还有哪里不一样呢 还有这里不一样 其他都一样 所以如果我有时间的话 我会帮你mark起来 这样应该够清楚 难做的我应该都会做 还有我不知道哪里可以做的 如果实在有不足的 没关系 你可以再举一下手 或者是 反正因为这种程式东西 你不能说 我是懂非懂 好像懂 没有那种好像懂 做得出来 没有bug 让出才是最后对的 那你说 我好像会 没有那种好像会的 没有一半的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另外 这边有一个什么呢 登录 如果你进到这个 这个程式码 这个页面 等于你也会出现 如果你有登录Google账号 这边有一个即时通 什么意思 如果你有问题 假如太遥远 我没办法到你那边 你就是直接在那边发问题 我也会马上回应你 他这有点像MSN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反正尽可能的 我觉得你们就是熟练 然后了解 其实说真的 他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的困难 OK 那我们先下课休息一下 待会再继续来看后面的部分